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呢 主要分成兩個Part了 第一個Part呢 是我會介紹一下日版新的這個道具 它是怎麼樣取得 是幹嘛用的 整個用起來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用我的帳號的觀點 用我玩了這款遊戲這麼久以來的想法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看到這個道具之後的感想還有一些事情啦 就是簡單的聊聊天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道具的部分喔 那總之它就是多了一個新的道具 那這個道具呢 是可以用來升角色的等級呀 技能等級呀 然後還有裝備的RANK使用的 那目前呢 是只有推出這個專用的 就是聖誕優化禮 聖誕酒鬼專用的這個石頭 是在活動的這個箱子 可以拿到這個石頭 那拿到石頭之後呢 它遊戲裡面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頁面 就是可以選擇去吃這個石頭 然後來解鎖它的裝備跟等級 那因為它有這個介面的關係呀 所以我個人認為它之後應該還會有那種通用的石頭 就是 呃 會有這種專用的石頭 然後也會有通用的石頭 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吃的 應該會有吧 我不確定的 反正 呃 它就是會有一個這樣的頁面 那我使用了這個石頭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右邊寫一個強化內容嘛 就是說 我吃了這個石頭 我最高可以升到180等 然後rank可以升到19 這個是這個石頭的上限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扣著石頭 捏著石頭 然後過兩個月再吃 不會比較賺啦 因為石頭本身是有上限的 好 那吃了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就是升的這個地方 本來是藍色的嘛 升rank跟升等級等等 本來是藍色的 就會變成這樣子金色的狀態 就是代表說 欸 你已經使用了這一個球 那這個時候呢 再去點擊說 你要升rank或是升等級 就都會是免費的 都不會消耗你的mana或者是裝備 那你也可以自由的選擇說 欸 要升到多少這樣子 所以不會有那個卡rank的問題啦 因為很多角色其實會要卡rank 甚至有一些人他比較 呃 專精於聯盟戰的話 他可能會想要去卡等級等等的 那都是可以卡的 吃了之後還是都是可以卡的 你弄這些東西 升這些東西 還是可以自己去點 只是 就不會消耗資源這樣子 他是一個這樣子的 新的道具 好 那針對這樣子的 新的道具呢 我想要來稍微聊一下 有關於帳號資源的部分喔 那我自己的帳號呢 從台服開服完到現在 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吧 那我的帳號是 全角色的帳號 所有的角色我都有 而且呢 我的帳號 每一個角色我都是有鏈的 我總佔率兩百八十幾萬 現在截止是 我拍影片的這個時候 是兩百八十幾萬的 所以說 呃 對啦 反正我沒有沒鏈的角色啦 只有有些角色 可能rank只拉到11 或者是星數沒有拉到五星這樣子而已 那等級也都是有拉到當前的滿等的 而且呢 我現在每一個月喔 都會重新把這些等級跟這個裝備啊 都拉到進度 所以 呃 我的帳號的資源消耗量應該算是這款遊戲的最大值啦 就是 你要消耗比我更多的資源 其實 呃 都是消耗到倉管身上的啦 你如果真的要消耗到這麼多的話 你都是拿去省的那些倉管了 因為我不會省的也只有倉管而已嘛 所以呢 呃 以我的帳號的情況來說 現在啦 現在這幾個月 最近呢 我是只有買祭卡跟月卡 就是 呃 每日寶石禮包 跟那個三個月一次的那個90天的那個寶石禮包 我目前是只有買這兩個寶石禮包的 那其他都是沒買的 那 呃 呃 支援的部分也都是夠用的 我的mana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poolrun啊 或是訊息等等的 應該都可以了解到說 我mana是超絕易出來的狀態喔 就是 上個月嘛 十月的rank生完 十月開圖開等嘛 那我生完之後 我的mana還有8億多 然後我現在mana又9億多了 現在才月初而已 十二月一號 我的mana就9億多了 所以 對 我的mana是處於超級易出的狀態 那裝備的部分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但是 我的帳號可以處於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 我花那麼多的資源生角色 然後呢 呃 紫刻月卡跟祭卡的情況下 還可以讓資源量這麼多的主因 還是在於說 吃體的數量啦 就是 你一個帳號 你可以獲得多少的資源量 很大一部分還是取決於你吃多少體力嘛 因為你消耗多少體力 就會拿到多少裝備 拿到多少碎片 然後拿到多少mana 大部分的關卡也都會拿到mana嘛 所以呢 你吃越多體這些資源就是會越多的 那我自己的帳號的吃體狀況呢 是沒有農裝備的時候 沒有要農裝備的時候 沒有要農裝備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吃3管或者是不吃 就是0到3這樣子 那有裝備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把150吃完 把100吃完或把150吃完這樣 那100吃完 150吃完的話 其實就是230管 就是 對 農裝備的時候 我會吃230管的體力 那也是因為說 農裝備的期間 我吃的體力量非常的大 我花非常多的體力去打這個 弄我加倍 那以至於說我的裝備是 比較齊全的啦 總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帳號的狀態 總之呢 我覺得喔 公主連結這款遊戲 它目前的設計上來說 如果你不去拉一些倉管的角色 你練的都是會用到的角色的話呢 那Mana啊 裝備啊 體力等等的資源 作為一個無課 或者是只買月卡的帳號來說的話 絕對是足夠的 就是 你花比較長的時間來說 絕對也是足夠的 像我之前也會一直在講說 這款遊戲大概要玩7個月到1年 會比較進入狀況 帳號會比較進入狀況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個 Mana跟裝備的部分喔 因為 它就是一個大坑啊 你就想像 有一個井 有一個洞 那你每個月獲得的Mana跟裝備 就是不停的去填這個洞 那每個月新增的裝備 跟新增的角色 就會讓這個洞變得更深 那其實以有買月卡的情況下來說 你每個月填進去的資源 絕對是比每個月洞變深的幅度 還要再更大的啦 你的資源量一定是來得及的 只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啦 可能要玩7個月到1年這樣 所以滿等並不是一個這個遊戲的結束吧 應該是說滿等才開始啊 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畢竟滿等之後 你可以把角色的練度拉到滿 你可以把裝備穿到滿等等 才有開始去 在這個PVP啊 在聯盟戰跟其他的滿等玩家 競爭的一個資本嘛 所以這只是一個 開始進入那個部分的門檻吧 開始進入那個部分的一個門票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說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只是呢他現在推出這一個石頭 而且目前看那一個介面啊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的那個穿的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看起來很像會有通用的石頭嘛 那雖然我不知道他通用石頭會怎麼取的啊 這個專用的石頭是那個嘛 是討伐陣換的嘛 就是換箱子換到的 那通用石頭不知道怎麼弄 他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弄個像聖機之類的東西 例如說 我在聖機那個地方 多開一個就是 心碎跟寶珠嘛 然後再多開一個第三個 然後例如我打100個碎片 可以合成一個這個寶珠 之類的 我舉例而已啊 假設他做成這樣子 那我爸體力投資在那個地方的CP值就會非常高嘛 因為我拿那些寶珠 我可以直接把一個角色拉到最滿 拉到這個角色的生滿 我不知道 他可能之後會有打算要做這樣的東西 或者他不打算 他就只做活動的角色 這也是有可能啦 但是他有做這個東西 就代表說 他可能還是有想要去做 增加新手的進程的這個部分 就是 加快入坑到說 我剛剛提到的 7個月到1年的這個時間 他想要縮短這個時間 的話 那這樣子的資源出來 才會有這樣子的設計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未來的話 我覺得 恩 也許也會想要往這個方向走 就是我一直會講說 官方想要怎麼做 想要怎麼做 因為我覺得 他們如果有想要做 東西才會出來 他們如果沒有想要做的話 東西就不會出來 這聽起來很像廢話 但是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如果沒有想要縮短這個遊戲的進程 就是縮短這個陸坑到滿等啊 陸坑到這個 開始可以打聯盟戰跟PVP 比較專精的這個時間的話 他沒有想要縮短的話 那他就會是維持這樣子 甚至還會漸漸的加長 因為我每個月都會開等嘛 所以等級會越來越高嘛 那我陸坑是一等嘛 我要升到滿等的時間就越來越久 就需要越來越多的mana 升這個角色的技能等等的 所以只會越來越久 所以他至少是有想要維持吧 所以才會出這樣子的東西啦 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的 好那今天呢就是 快速跟大家介紹了一下日版這個最新的系統 然後以及說我自己個人看到這個系統的一些 想分享的東西一些感想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